我们来看一看这里有什么异象 比如第一首王维的 这叫陆寨 陆寨它是一个地点 上来之后就是空山 空山代表什么 空旷 辽落 清幽 这就是一种异象 不见人 但闻人于想 那他想突出什么呢 哎呀 你说挺闹啊 不可能 因为已经说到了空山 悠悠的从远处传来人的声音 这是典型的 移动写境 反映入森林 哎 要想突出这个地方 特别的幽暗 那怎么说暗呢 伸手不见六指 这不叫幽暗 对不对 哎 一定是 还有那样的影子 影子代表幽暗的 代表深沉的 代表内心的 多多少少 有点暗淡的情绪和情怀 最后 复照清台上 哎 还有清台 清台代表什么 代表生机和希望 因此 王维的这个诗 我们看到了什么 哎 王维 大家知道 他的诗里头是有禅意的 他号称叫师佛的 他是用这几个意象 有的地方觉得 哦 悲伤的不得了 有的地方觉得 哎呀 又有点希望 你看 很悲伤 空山没有人 多孤独 但是隐隐约约的 还能听到 这样的人语响 是吧 那块觉得 哇 好暗淡呀 那么这块呢 哎 又有一丝光亮透过来 清台又代表了 一种生机和希望 而王维 佛家讲究什么 讲究感悟和体悟 在生活当中 有就是无 无就是有 沉浸其中 内心的安静 你说 这谁看得出来呀 你抓住了异象 你就发现 哎 异象之间的关系 哎 他俩不合呀 空山怎么和人语能合上呢 那好 那自然就进入到一种思想去了 抖音